10月2日晚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檢測呈陽性後 他依照醫護專家的建議 入住了這座有著為美國總統及為軍人服務的 悠久歷史的頂尖醫療設施 自90年代的庫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以來 每一位總統都曾在此接受過身體檢查和治療 這座軍事醫療中心亦被稱為總統醫院 現在這座醫院是在2011年9月建立的 當時的國家軍事醫療中心 和抑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 合併成為抑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醫院 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 抑爾特里德綜合醫院在1909年首次開業 他以美國陸軍內科醫生抑爾特里德少教命名 因為發現黃熱病是通過非問傳播 與此同時,國家海軍醫療中心由羅斯福牽頭成立 他在1913年至1920年間曾擔任海軍助理部長 並在1939年擔任總統時 實現了他建立這所醫院的設想 抑爾特里德協會對這段歷史寫話 總統在白宮的信箭上畫了一幅這座建築物的草圖 草圖令人想起總統非常欣賞的 萊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州議會大廈 這幅草圖成為新的海軍醫療中心設計的模板 2011年,兩個醫療中心聘入 旭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 創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聯合軍事醫療中心 擁有240萬平方英尺的臨床空間 和大約7,100名工作人員 這幾年來,美國總統來到這所醫院時 大多數都是進行例行的身體檢查 以確保國家的三軍總司令身體健康特朗普總統 最後一次去做年度體檢是在2019年11月 製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容許 理由改良魔性和二人的遵守 歸出國人一定要追留 與製作為世界上最大的 製作為世界上最大的 公式議院追記研究